大家好,歡迎來到3分鐘學投資 今天指數比較差,全日跌幅最高的時間跌幅差不多2.5% 跌幅已經超過2.5% 在K線形態和關鍵支持位置都打穿了1950 最低來到19469 我們可以看到分時圖是在2.5分鐘的時間裏 稍微回抽了上去 明天按照這個趨勢來說,我們60分鐘級別依然有反彈的力量 可以彈到哪裏呢 有機會彈到19700、19800這個區間 另外我們可以解釋一下為什麼 今天指數會跌得這麼厲害 就是今晚美聯儲相關的一個重要加息依據 就是CPI數據會出台 今晚就會出台這個CPI數據 在關鍵的這個數據會指引到美聯儲 是否在9月份繼續加息750 這個數據是很重要的 在這個數據未批露之前 很多資金就開始 提前先離場 觀望 除了這個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我們的 廢城半導體 相關的拜登簽使的協議會打壓 中美之間的 美聯儲芯片的產業鏈的合作 引致市場 處於一個 冷戰會不會再那麼激烈 或者 這個 放闊 的一個狀態 所以呢 市場 這個 以芯片半導體為主的 這個科技營資金力量 都紛紛 離場 出突 所以會引致整個資金鏈 或者是我們這個恆生指數的一個 這個 這個這個悲觀 那基線上 基線上明顯是跌穿1950 那既然跌穿了1950 那只可以說 要繼續向下走 走到哪裏呢 下一個支撐位 前低附近 193020 193020 但是這裏有個好的地方就是 我們的這個 吳指標上 是有一個 背離的現象 背離現象 現在還未出現了一個 背離的收幅 所以我們只可以說 未跌穿 19 20030之前 背離的這個 現象依然存在 但是如果真的跌穿了一直向下走的話 我們這個 指標裏面 比如說武裝控盤 條巴肯定要急急地放大 QS呢 都繼續向下打 那麼這個位置的背離就不再出現了 不再出現 背離的節奏是什麼呢 是這一點 小於這一點 但是我們的指標呢 反而是這裏 慢慢慢慢向下走 向下走 所以才會出現背離的跡象 那背離會引領資金 尤其是技術派的資金 抄底入場 抄底入場 但是中長線 我們的趨勢 已經是空頭 所以打開我們的 莊卡台的這個指標 就知道了 剛剛收幅的這個指標 又在今天 扯了出來 整體空頭的格局 又再 發洩 發洩了出來 大家看 每次我們跌穿 關鍵支撐位的這個 這個 其實走勢 都不會太好 所以 按照這個趨勢 明天後日如果有反彈 或者是指標 給到一個好的指引 那我們 可能就可以說 緊張倉 走著 但是如果今晚的這個 這個 數據 給到一個 什麼呢 非常 不好的預期 那麼我們的一個 恒指 就會大受打擊 所以 未來行程點 我們沒有辦法判斷 但是拋開 這個 財務 即今晚這個 CPI的數據來講 拋開了 不會計較它 那就是整個趨勢向下走 但是如果 計算了這個 下來的時候 就需要 以這個 今晚的數據 做一個指引 它未超過預期 那就糟了 如果 未超過預期 是好事來的 因為CPI的數據 是不要超過8.5 記住 沒有超過8.5 如果超過8.5 就糟了 可能9月份加息 就超過75個基點 如果 低於 8.5的話 就可能 美國的經濟好轉 美股可能會慢慢復甦 美國經濟市場會復甦 對於美股 很廣告 其實都是好事 所以我們要計算這個數據 今晚 事務以待 好 時間來到 多謝大家 拜拜